大家好 歡迎收看 阿渡主義 喝酒玩什麼 現在不准消 謝謝大廚房之 阿渡廚房 好的 今天是只有我一個人 因為我今天 Hello 我居然也30萬了 然後我今天有些話 跟有些事情想跟大家聊聊看 其實雀雀這個頻道 不是只有雀雀而已 就是還有很多的其他成員 就來跟大家聊聊 我對他們的感覺 跟私底下 他們對我來講是什麼樣的身分 阿拉斯的話 圓明台我當主持人的時候 他是節目企劃 私底下聊天就覺得說 我跟他滿一拍即合的 然後想說試試看 拍一個主題 就是阿渡主義 很多粉絲都問 你跟LALA的那個母親 因為你們兩個 每次在接那個哏的時候 都是會 一個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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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檔的越來越久 母親也越來越好 大概就知道 現在不管怎麼接怎麼聊 那你現在跟他合作上 你覺得他實際上是一個 有樣的存在 在工作上的話 他是一個 很好的大哥哥 雖然說看起來比較大 有時候心情不好 第一個我會挑阿拉 阿新跟他講 因為他會很客觀的告訴你 怎麼樣做 或是你現在什麼狀態 然後他雖然說是哥哥 可是他不會以上對下 或是掌隊友的說法 去跟你聊天 而且是大姐 對阿拉很大 可是超好的 就是現在三十歲 好像對 阿拉四十歲 阿都 我們做到了 一開始只是鬧鬧的 然後殊不知 阿都主義就是 也讓我們的生活 變得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也為我們帶來很多 不管是聲量還是工作機會 可是我們兩個就是完全沒有變 有話就只是講 工作上面也是 也謝謝你 抱擾我很多時候的韌性 跟一些 不理群奧 就是滿貼心的 嘿嘿嘿 阿阿米絲 阿阿米絲 阿米絲也是在 我之前當原理台主持人的時候 認識的一個來賓 是 這家個性滿好笑 滿大辣辣的 他本來就在拍影片 他是 跟我們說我的網紅前輩 很多人都會認為我們說 我們在拍影片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發瘋跟搞笑 可是其實背後 我們在聊東西的時候 或是在想企劃跟內容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做很多功課 然後我覺得他對這一方面 也滿有Sense 然後也是因為 他在我身邊陪我很久 然後也大概知道我要的東西 跟我們觀眾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他自己也會 去做調整 然後去學習 有時候我們去錄一些外景節目的時候 可能會跟他講說 欸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做 他會自己去記起來 我就覺得他自己 改變非常多 然後記錄非常多 覺得說他是一個 真的很值得 珍惜的一個夥伴 啊喔 很值得珍惜啦 很像我女朋友 哈哈哈哈 米絲私底下就是一個 本來就是 理性也還好 看情緒化 阿豬你心裡還好 因為我很情緒化 哈哈哈哈 私底下最想跟阿咪一直講的話就是 阿豬真的謝謝你這麼挺我 然後這麼喜歡我 希望我們可以一起當好朋友下去 沒有想說 阿豬就是要不愛我 我現在有來頭 我這個什麼 遇情不重 現在該怎麼辦 哈哈哈哈 米絲給他吃了 嗨 可謙呢是我一個 我在台北 有一次的酒局認識的 因為 我這個人 很怕生 就可能 everybodyof 所以是 帥帥 帥 帥帥 帥帥帥 帥帥 帥帥 帥帥帥 就一直挨挨挨挨挨 然後挨到旁邊的人就覺得說 我們兩個兩個在聊什麼 然後怎麼那麼嗨 後面就很常一起約出去 後面玩 然後是有一次接一個Oakon的業配 好像就是那也是第一次加入了 我的頻道的影片 一直到後來合作了 現在不准笑 他跟米思就是固定班底這樣 我說喝酒玩什麼了 第一次Oakon的時候他其實 因為他沒有經驗 只是覺得就拍拍影片 然後大家喝酒玩得開心 所以他那一集就是 棒很開 喝酒玩什麼變成固定單元的時候 我覺得他也在找他的定位 跟他應該要怎麼樣去發揮 我覺得他也是越來越好 如果是細夏對可謙講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就是要謝謝你 願意參加這個單月 只要是錄喝酒玩什麼 你都是第一個時間 就是會答應會配合的 我們一起為了生活 一起努力跟加油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 我們都不要放棄自己 洋洋 哈囉 最醜的人 洋洋就是可謙的朋友 他的瘋的程度 在喝酒玩什麼 我們在發瘋的時候就是一模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試試看好了 因為你看他之前又參加過 超級魔王大盜 你就是 超級接班人 哈哈哈 又會唱歌 然後是一下又好笑 然後那時候我還問過他說 你願不願意來參加這個單元 他也是二話不說就直接答應 我很感動的是就是 喝酒玩什麼這三個夥伴 就是他們都會在拍完之後 或是看完影片之後 他們自己會發現自己的問題 他們自己會去做修正跟改變 哇修正 又修正嗎 不是一模一樣嗎 就可能這個臉不好看 我會變這樣子這樣子 對不對修正 還是說 鼻子 啊 直接整 又整了 大修特修 哈哈哈 好像 因為洋洋他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努力的人 我們影片上面就是 其他三個人在看他尷尬的時候 我們是真的在尷尬 跟希望他可以就是冷靜一點 但是 大家都喜歡他這個樣子跟效果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他的努力跟認真 希望我們一起慢慢變好 然後讓這個單元一起努力變好 陳瑞莎 陳瑞莎就是 阿米斯在台東的朋友 就一拍即合 就覺得說這個人真的太好笑 然後 對我們這種 第一次見面的人 也超級無敵好 加入我的影片 就是一起拍片的時候 我們認識根本就不到半 那你又說什麼好笑 什麼好笑 第一次來台東之後 我就認識他之後 就很像台東的有一個 好朋友在的時候 然後只要我一來台東 他不管多遠的距離 他就會開車來找我 然後帶我出去玩 他就跟我講說 你就人來就對了 然後我會幫你處理好這一切 然後覺得說 哇 一個認識不到一年的朋友 然後他可以 把我當作他真的好朋友 然後像家人一樣對待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謝謝姐 很感動 他很常跟我講說 就是我很感謝薛薛 就是 給我這麼多機會怎麼樣 其實 我更要感謝他就是 認識不到一年的朋友 然後你這麼挺我 不管是在台東的時候很照顧我 是說我今天需要的的時候 你都願意北上 然後這樣 來個一天兩天 然後他就回去了 然後直接接工作 他都願意來 就是覺得 很感謝他 然後我想跟大家講說 我不是因為陳雲莎我才哭 是因為前面講了這麼多 然後都很感動才哭 因為我怕其他陳雲會覺得說 好像我不愛他們一樣 他想到前面講得比較好 對啊 你是不是又發現 好 好 他是最難的 你是不是給他 這個呢 我就罵你了 試一下我想跟陳雲莎說 這就是真的很 很謝謝你當我的一個很好的姐姐 我們就一起努力 然後充實自己 然後變成更好的人 然後讓大家更喜歡我們 然後OBIS呢 就是 就是我本來在高雄認識的朋友 那個時候一起認識Marco 我跟Marco是IG的網友 然後是在一次台東喝酒的G 你是不是怎麼在錄影 很多事情 我都不是真 像網友約見面這樣 因為我們很常聊天 這個人就是在我的IG 還沒有遺忘的時候 他就有在follow我的影片 然後他都會一次回這麼多 就是覺得說這個人怎麼會 對我這麼認真 很用心的在回覆 這樣 然後我就來台東之後 就認識他 後來去高雄的時候 他帶我認識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裡面就有OBIS 就是兩個人就這樣 就一起認識 然後OBIS剛好也從高雄 想來台東發展 然後因為我這個人呢 在台東就是 交了很多 很不錯很好的朋友 然後我這個人就是很喜歡 把我的朋友全部混在一起 就大家一起來玩 一起認識了之後 我覺得說 大家很喜歡去一些炸廚房 那我台東就有這些好朋友 不如來組個阿都廚房 所以只要我來台東的話 我幾乎都會想盡辦法 就約個時間下來 大家一起拍一集阿都廚房 我很感謝OBIS跟Marco的點是 他們比我還主動說要拍阿都廚房 然後覺得說 阿都你都來台東這麼多天了 不如就拍一集吧 然後他們就會一起想企劃 然後一起想主題 花自己的下班的時間 用在那邊去拍 因為大家可能看阿都廚房 覺得說好像就只有15分鐘 或是幾分鐘的影片 其實我們都是大概是要從 從7年開始組好 我們大概從7年再拍到 拍到11點 其實拍阿都廚房我覺得蠻累的點 就是他時間拉非常長 然後再來是Marco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害羞的人 然後也比較怕生 為什麼他會當機的原因是 因為他是一個看待事情非常認真 所以他會覺得說 我今天講出來的話 每一個東西我都要負責任 然後所以他就會想說 嗯... 他怎麼講的這樣好 他那個畫面就感覺很可愛 就感覺當機 謝謝OBIS 謝謝Marco 最後有什麼想要... 因為這頻道是掛我的名字 你們都不會覺得說 我在利用你們 很不好意思是覺得說 會不會我在利用你們 然後因為你們的優點 或是你們很好笑 或怎麼樣 然後找你們來拍片 天啊 也太可憐... 太可憐了吧 然後你們是都很挺我 然後都很願意來參加這個單元 我覺得你們是我身邊 很好的朋友之外 你們都是一些很有內容的人 你們很常說就是說 喔謝謝薛薛給我機會 可是我才要講就是 謝謝你們願意給我機會 然後來這個頻道裡面 然後一起拍一片這樣 是嗎 我就覺得說 既然我私底下 我跟這些朋友的相處 或是聊天內容這麼棒的話 我就想要把這些朋友搬上來 然後不同的朋友 去放在不同的 適合的單元裡面 然後看可不可以一起 讓彼此變得更好 我們裡面的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另外的工作 你們都很努力的 在這個不是你們的頻道上面 可是你們都很努力在彼此 各自的單元裡面 然後甚至把它當作是 自己的頻道的時候 我真的很感動 就是覺得 我要去哪裡找你們這樣的工作夥伴 先謝謝就是這六位團員們 這麼挺我 然後希望我們之後可以一起 慢慢的越變越好 然後努力下去 加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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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9 加快7位團員 不是 1 2 3 4 5 6 7 不是 是 1 2 3 4 5 6 7 8 9 還說10 最後想對30萬的粉絲說 我很感謝那些 一開始喜歡我的人 然後喜歡我到現在 沒有你們 就沒有走到現在 你們看到變化這麼多的問題 身為一個KOL 身為一個網紅 或是Youtuber 我有一個很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不常回覆留言或私訊 但是 真的 每一個留言 每一個私訊 我都有看 我覺得我只會一個 到後來不回之後 我會覺得很不公平 但是我真的會找時間 然後也會很努力 就是 能回的話 我就盡量去回覆你們 希望 可以繼續支持這個學學之外 也是支持學學頻道裡面 所有的單元 所有的成員 最初中還是想要讓大家 開心 快樂 然後也希望 大家可以透過我的影片 可以去更了解到 我裡面影片裡面想要傳達的訊息 不管是社會議題 或者是說原住民文化 讓人去更認識 然後最後呢 也謝謝我的團隊 就是我親戚的Amy 就是謝謝你們 就是沒有放棄我 然後我們一起努力走到這一天 然後也謝謝我的背後的製作團隊們 辛苦了小花 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越變越好 不會改變初衷 然後也不會 違背自己當初的理念去拍影片 謝謝大家喜歡我 然後不要再說我變胖了 我是不是變胖了 就是變胖了 就是 為什麼還要一直留言講 就直接講薛變胖了就好 不要再說 薛你是不是變胖了 薛你又變胖了嗎 就是 就是 真的 真的 來 掰掰 我們五十萬件 希望有那一天的到來 這是我們五十萬 對啊 他也希望讓我們成立一個頻道 剛剛薛在裡面講的話 我們平常也都會溝通 會交流說 你哪邊不好 哪邊做什麼 但是他也很常 對我們說 直接告訴我們說 他很感謝我們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 團隊會 這麼好 不是我們要最新團的 沒有 可是我們剛才 我們剛才真的是發自那一系列 但是這真的很感動 真的是要 真的有感動 真的很感動 哈囉 拍得到嗎 先剩話說我們在錄影 對 我們在錄影 這我剛才說 對我們在錄影 因為我們要最怕開一個新頻道 我們剛剛第一景星 最不要是 我們平常叫做 我們現在 約約 因為我們都是被你約過的人 我們在看 我們剛剛在看你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 對 對 對 跟假哭 他剛剛是真的播 我知道 真的 真的很謝謝啦 好啦 我們來抱一下吧 好 那很感動 然後說謝謝你 幫我照顧我講 欸 因為我們這位是我們新頻道 好 歡迎我們第一位主持人 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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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 歡迎 歡迎 我解錄的設備了 怎麼是推動後製 我也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耶 為什麼我們在那邊拿資源啊 而且你還說 你要感謝六位 你還問我怎麼是六位 我怎麼問我 明明就是九位啊 等一下你們剛才 現在是直播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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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失敗 屁咧 不可能吧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我需要冷靜 我知道 而且 我剛才 我們先做一下 我們先做一下 因為 剛才 從大文講到每一個 只是 只有在講到成瑞殺手 才有 我們真的 對啊 沒有 我想說本來要走了耶 沒有 因為我的體重 比較做到 變化 我是現在這個名字 是寡布萊克學學的名字 但是 我們真的是 因為 我們喜歡你這個人 對 不是因為這個 對 還好我剛剛說 剛剛的那個 酒情 跟成瑞介石 竹手 有跟我接 哦 有 因為我們有聽到的 有 知道 啊 哦 連立體太課釋性 對 好 那本來整個 牛肉的 謝謝 你等一下看我的頻道 不會 選擇 你 我覺得 YouTube 原嗎 要 我們到時候要做 Q&A嗎 我們到時候 會 會 很好的 對 安妮 你要不要先牽我們 咦 大家如果也會在台灣下面 對 這真實是像我們的樣子喔 其實我實際上是安靜的 是寶是安靜的寶 對啊 我實際上也沒那麼瘋吧 謝謝我們的來賓啦 謝謝 謝謝我們的第一次 有請到這麼大海來賓 對謝謝 下次我們訂閱呢 不可以再留言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是Alex 我是Alex 我是YangYang 我是冷千 我是雷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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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開心可以加入這個頻道 然後認識到大家 有些粉絲會秘魂說 因為看我的頻道啊 他度過了難過的一些時光 有看到這個 這種粉絲的思求 所以我覺得有幫助到大家 不是說我在節目唱歌幫我小明 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然後我們大家也會努力拍出 更好更棒的影片給大家 很謝謝大家 願意一直看我們 鼓勵取鬧啊 這樣子 幫你們繼續追蹤我們 訂閱我們 打開小鈴鐺 然後分享給你更多的朋友 一起來看我們 刷牌 刷妹 我希望我就可以拍更多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不要再叫我跳舞 我真的 我會努力 我真的會努力學 但是不見得這麼會跳 希望我可以有不一樣的東西 給你們看啊 不是就是 只是在面前 這樣說說笑話 希望頻道就是 突破一百萬訂閱 大概先五十萬好了啦 大家一起加油 真的是很謝謝大家 不管你是有訂閱 還是可能今天只是因為有 Facebook去做分享 然後可能看到而訂閱的 很謝謝大家這樣子 我想說 雖然我不清不楚 可是 我還是把它做完了 希望大家 能跟著 我們一起 做我們 就是我們的那些料理 我的天啊 我愛你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希望之後的 每一個影片 大家也可以 持續關注我們 很感謝你們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持續支持 感謝大家 一直支持我們 然後也分享給很多不同的人 這樣 我還記得那次 所以2月6號辦那個見面會的時候 有專程從美國 有隔離14天的這樣子 然後特別來 回來看我們 看完了之後呢 他回去美國 是狂推薦給他所有所有的 就是華人群的朋友 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感謝大家 一直極力的分享我們 然後讓我們被很多人看到 那我也希望就是 這個是 屈屈的頻道可以衍生出 更多更多不一樣的 單元跟活動 接下來30萬訂閱 真的 可以考慮一下 PODCAST嗎 老闆 如果我們真的不開 PODCAST應該可以吧 因為畢竟 真的有很多粉絲在會 而且 上個禮拜 我有接到一個粉絲去私訊 我說他是新 就是新入坑的粉絲這樣 他想要問我們 有沒有PODCAST 他想每天天我們 在那邊 就是要陪他一起生活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像 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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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鏡頭外的人 要把 是要的把 就是非常感謝大家的虔誠啦 好不好 那就是接下來不管幾十萬 好不好 大家都要不贏無欺的支持我們 拜託求求你們 各位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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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不跟他的思法是有紀錄 紀錄有禮貌喔 這對秀照片 對秀照片 秀照片有比這個重要嗎 原本是秀照片的重要嗎 他說好重要 哈哈哈 還是你覺得 想要上下在講 所以我只跟Marco 就講 還在講 你們真的很會 好啦 好啦 我這樣好不好 哈哈 他都太重了 欸